然後裡面的話就是把我們之前講的所有 上課的程式啦還有畫面啦還有一切 都把它包進來 而且他有做一些說明 然後呢他有說做了哪些事情 然後呢 他有 教學的YouTube的一個連結 甚至你可以直接從這邊看到 所以上學期的東西他都全部包進來 OK 現在太認真了 那你這學期Python會不會有同學可以把它包一個Python的資訊 或者甚至把他上架OK啦 反正這些東西的話呢就是讓別人看到你的一種方式 至少 以後他 也有 上架了所以他如果在履歷裡面說他有他的App的話 不過我不知道他後來有沒有再努力 再再增 所以你也可以點 點他的那個嗎 他的 如果要點他的 可以再去找找他的那個連結看有沒有其他有沒有做其他的這個CCMaker 你點進去看一下 不過看起來他目前只有一個 那當然他應該要 如果可以的話就多增加幾個 然後可以讓別人也 比較容易知道說他做哪些事情 好那個奇怪的話 所以 這個地方請各位 思索一下 那 剛剛的邏輯如果要變成後面的答案 大概有幾個比較重要的 我們大概提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問題為 幾月對不對 所以我要把這個東西抓出來 我需要亂數 亂數的方法 特別是 一 你需要引用一個叫random的套件 引用一定是imput 空一個那個套件的名稱叫random 那random裡面有一個方法 叫 rand range 所以random 你把引用進來之後 你就可以使用他 這個有點像外部使用一個 軟體零件吧 反正一個零件進來你就 本來不行的就變可以 然後呢 他裡面有個方法 就這個rand 然後呢 給他一個初始值0 結束值-1 就是12 他會自動幫你抓一個數字亂數 放到mans 那如果我要 讓使用者input 有沒有 那你可以 input 問題為 什麼這邊有沒有 然後呢 就把那個東西 這個東西抓過來 不過特別注意喔 前面一定要加一個 轉型 因為他是一個list 他是一個串列 如果你沒有把它轉成string的話 這邊也會發生錯誤 然後 這個時候呢 使用者 假設輸入1 那輸入1的話呢 這個輸入因為input 他會是 一個 1的字串 那我們要的 其實是 一個 1的數字 所以 再把他外面 包一個int 轉型 這個概念前面都講過 但是非常重要 我發現 同學最後 程式都寫對了 但是忘了轉型 然後就一直卡住 一直卡住 一直卡住 其實 就是一個 這個地方 我發現很多同學都一樣 他全部都對了 但是就忘了轉型 好像很多同學對那個 資料形態的概念 真的就 不是那麼 那麼清楚 所以 很可惜啦 全部程式都對了 就差一個地方錯 所以我講過了 程式沒有 99分的 即便你那個扣1分 你還是不能執行 所以程式 幾乎都要100分 那怎麼辦 請注意細節 好像 串列裡面 像我們後面有練習 串列的資料 最後還是會丟到資料庫裡面 那之前就有同學 丟到資料庫 錢忘了轉型 就丟不進去 就一直卡住 他就一直試 他說老師我全部都檢查過 都沒有問題 而且跟你的程式 也比對過 後來我就跟他講 你少了這個 轉型 結果一轉 就 成功了 原來 就這個地方害他一整天都在想這個問題 就是這個地方 他可以想一整天 所以這個當然一個小小的關鍵 最後再來就是說 讓他 回答嘛 所以我這邊跑一個畫耳迴圈 那這個畫耳迴圈 就讓他一直跑 這個後面的話就是一個無窮迴圈 F不等於1 這個叫不等於 不等於1的話呢 那就 這個條件為處就繼續往下 所以目前的預設值是0 F的預設值是0 所以他一定會怎麼樣 一直跑 直到什麼呢 這個地方 F等於1 什麼時候F等於1呢 就是 這個mins 他輸入比如說輸入1 1 那如果輸入1的話呢 那我們比如說他輸入1月 那我要怎麼去抓到正確跟正確的比呢 一定要把這個 這個值 因為亂數是從0 到11 那他輸入1 其實是這邊的0 有沒有 所以後面這個地方要加1才可以 所以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加 因為我們亂數是0到11 所以如果你要兩邊一致的話 你不用加1-1的話 你就是 把亂數改成 1到 12也可以啦 不過1到12會有個問題 就是 你要抓這個順序啊 有沒有 那變成你又這邊又要減1了 所以怎麼樣做會是最好的 好 那其實 那想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 完全不用加1也不要減1 不然這樣我會錯亂 像同學有時候 就腦筋一直轉不過來 什麼時候要加1什麼要減1 所以後來我就想了一個簡單的方法 你加1-1都不用 就是怎麼樣 把這邊怎麼樣 對啊 我可不可以在這邊 把那個0也空掉 那我以後怎麼樣 這邊就從1開始 這邊就到13 有沒有 那以後的話 你又不用管加1-1 你又是直接 這邊就不用管了嗎 有沒有 這樣就一致了 應該可以懂 我在說什麼 只是說 可能同學會說 老師那你這樣不是浪費了嗎 這個空間怪怪的 沒有差 這個在 記憶體面 站的實在是小到一個不行的空間 完全沒有影響 但是好處是什麼 你的程式啊 你的邏輯啊 就會變簡單了 最怕就是 有個同學搞不清楚 什麼時候加1 什麼時候減1 對不對 如果你想忽略這個問題的話 那你可以想一些方法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啊 你會想說 老師你這程式為什麼會這樣寫 到底很簡單 因為我自己好記 我自己好理解 就是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連你自己寫的東西什麼都不能夠掌握的話 那當然呢 你將來處理程式的問題就會很多很多 所以盡量啊 反正 想一個方法 這個方法可不可以 絕對可以啊 可是 坊間的書籍裡面不會跟你講這些 他一定要照著 自視化的 說明方式 他說你一定要這樣 那不行啦 這樣空下來 這樣子不符合規定 沒有那麼 麻煩的事情 有的時候 三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有的時候就想一個簡單的方法 問題就解決了 不要一直鑽牛角尖 OK 所以這邊的話 也許 假設你不要這邊不要在 Mence這邊不要加1-1 兩邊媚取的話 這個是一個簡單的方法 其他要不要改 其他應該也不用改了 我看一下 這樣應該可以run的出來 這個丟進來 來抓 對 試一下 看到不OK呢 其實我大概改的地方 你們也可以試一下 這個比如說我用錯誤的 好嗎 那如果這個應該幾月 4月嘛 你得看對不對 答案正確 結果有沒有錯 一模一樣啊 但是好不好理解 我覺得好像比較好理解 有沒有 就是差在哪裡呢 應該知道我在改什麼 改這個 跟改 這個 OK 然後再把那個原來這邊有加1有沒有 拿掉 其他就OK了 好 所以這邊的話呢 請各位試試看 重點 會有1 如何取得乱數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都會一直用到 取得 第二個 串列 第三個 這個回圈我想前面講過 轉型可能要注意一下 OK 那程式 雲端上都有 請各位 就是 試試看 如果可以的話 程度好的同學 我是建議啦 你可以 先 自己打 如果 也許程度 比較沒有那麼好的同學 的同學 就是說你可能對於程式還不是那麼的專精 那沒關係 你可以先照著打 沒關係啦 只要不要打錯字就好了 先可以run run完之後 當然 表示你已經入門了 你在 自己把程式delete掉了 我是覺得 打完一遍 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要精進 還是要把程式刪掉 重新自己再run過 因為這東西真的非常花時間 有的時候光一提 你可以做一整天 就是只是為了想 這一題到底怎麼做 當然因為我們上課沒辦法給你一整天啦 所以我就先告訴你 答案 然後呢 後面你還是需要花時間 如果你真的想要把 Python 學到真的是 很到一個專業的 這個這個 程度的話 真的是需要花時間 如果你可以把這些 這些能力都訓練好的話 那以後說真的你要寫什麼 還真的是還蠻方便的 尤其是 後續的應用 其實我覺得 目前來說 幾乎好像也找不到一個 程式員 可以像Python 這麼全面的 他又可以 爬網路資料 又可以做 物聯網 機器學習 影像辨識 然後 一堆一堆 像能 架網站也可以啦 Jungle 他也可以架 然後另外要寫App他也可以 所以幾乎目前 Python的應用 應該沒有 一個 語言是可以比那個 Python還來更全面 然後做大數據分析這個也是 第一首選 所以 看起來 那個Python的那個 後續的影響力 是 無庸置疑的 他的那個 目前看起來好像 也沒有成一個語言 可以像他 有這麼大的威力 另外呢 這個語言 又有幾個特性 他也是完全免費的 沒有一個費用的問題 再來他的套件 無敵多 只要你想得到的功能 網路上都有套件 那想要做什麼呢 網路上也有 相關對應的那個 討論跟 跟教學 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啦 網路上有 太多太多這相關的東西 那會因應未來這個 比如說像 AI的人工智慧啦 或者是說 工業4.0 或者是什麼 金融有3.0 Fintech 3.0 等等的 反正 舉凡 所以有一切 都可能會需要到 程式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那目前 Python應該是首選 請各位稍微 試一下那個 剛剛講的這個 Month CAI 1到12月 你也可以再來 就是改寫 比如說你可以在網路上找一些 相關的資料 然後可以把這邊 MANCE 1到12 比如說像全民英檢有1000個單字好了 那你也可以用1000個單字來列 但是1000個單字你要寫到串列 可能會 有問題 所以後面我會教各位 如果你把那個 資料存一個檔案 或者存一個資料庫 再從檔案或資料庫 讀到 程式裡面 那當然相對的 就 可用度就會更高 那檔案跟資料庫 這個後面還會 有問題 我會想說 就是 他